我看到蒙冰李老師 我覺得看一看 你怎麼可以幫我問一下 我們兩個看誰命中缺氮 對… 我是還好還有啦 不就是這樣問票不敢 為什麼要問李玉佩老師 什麼性命比劃的人缺氮 這是怎麼問啊 觀眾朋友也會覺得很奇怪 看了名字就知道你缺氮 對 為什麼名字會缺氮 其實缺氮簡單的來講 就是缺乏蛋白質的意思 但是人家的確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要看的是名字的人格跟總格 所以大家把人格總格的筆劃拿出來 對對看你是不是命中缺氮 缺氮白質的人 像玉峰他的人格是21話 總格是39 賴老師是人格32對到了總格31 那麼我們來看看第一個組合 他命中缺氮 身體欠安了 人格總格如果分別出現了 10 20 22 26 37跟42的人 好 其實這些筆劃的人 平常他們的健康他是大病沒有 可是他經常性的元氣不足 總覺得自己怎麼睡都睡不飽 每一天就是呈現很累很累的樣子 那他覺得自己的身體不對勁 可是又很難很具體的說出來 我到底是哪裡不對勁 那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他所表現出來的部位就不一樣 像有的人他平常他是心跳很慢 動不動走路多走一些稍微爬坡一點點 他就會開始喘會覺得好像喘不過氣來 如果他又有血糖的問題的話 說不定血糖低的人就很容易昏倒 那針對這個問題他也去看過心臟科的醫生 心臟的心電圖這些都做了 心臟沒有問題啊 最後給的結論就是壓力太大了 多喝水 多休息 結案了 那還有的人出現是說 一天到晚呢 頭腦就是昏沉沉的 總覺得自己的反應沒有那麼的靈光 記性也不是很好 判斷力也失去了一些準則 那前面講的再接回來他就忘了 那有的人甚至於會懷疑說 哎呦我是不是我的腦袋提前老化了 可是呢去照了核磁共振呢 腦袋也沒有問題 所以呢有的人是反應在記憶力上面 那有的人呢他比如說 本來是烏灰亮麗的頭髮 突然間呢就慢慢的開始頭髮會掉 然後呢黃黃的哭哭的 那有人的皮膚呢本來是水嫩水嫩的 可是呢隔了一陣子之後呢 他變得非常的乾 然後皺紋都出來了 可是去看皮膚科的醫生呢 皮膚科也說這皮膚沒有問題 你只要多補充一些膠原蛋白就好了 那還有的人他是應驗在哪裡呢 總覺得為什麼我喝水都會胖 其實這個不是胖 而是水腫的問題 那去看新陳代謝科 其實他代謝也沒有太大的狀況 所以這些都是他身體缺乏 把蛋白質造成的一些狀況 所以對道的朋友 如果說你有老師剛剛說的這些狀況 你不要去看這個科看那個科了 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那個是沒有用的 你趕快補充你的蛋白質 其實這些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我們來看第二個組合呢 他缺氮就會讓他抵抗力很差 人格總格呢 14 18 28 36 44 跟49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好像都是健康寶寶 沒有缺氮的 這些筆劃的人 幸福一看就不缺氮 自己上面有一顆乳蛋 這些筆劃的人 如果他平常就不運動 而又體內的蛋白質不夠的話 這些狀況 第一個反應在他的健康上面 就是免疫力下降 因為我們都知道免疫力 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勇士 他專門來對付細菌的 可是免疫力 他是靠蛋白質來滋養的 如果你沒有蛋白質的話 醫力他沒有滋養 他就失去了一個防衛的能力 但是這些筆劃的人 他為什麼會缺乏蛋白質呢 雲很多很多 但是老師歸納了兩個最常碰到的 就是第一個減肥 他們總認為吃肉油脂很高 會造成肥胖 所以他就不吃肉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肉它是蛋白質來源最大的地方 那第二種人呢他是吃素 那你說他吃淡奶素還好 那這些筆劃的有些吃純素 其實蛋白質完全靠植物來補給 它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長期在吃素的一種狀態下 它的蛋白質明顯在他整個身體當中 它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那剛剛有說嘛 蛋白質呢它是維持 我們免疫系統最大的一個原動力 那如果沒有的話 免疫系統一下降 他的身體狀況很難對抗外面的病毒 像現在流行什麼 這些筆劃的人大部分都是第一個會上榜的 所以你可以在那個診所啊 醫院當中去看 現在如果流行感冒 這些筆劃的人一定居多 現在流行腸病毒他們也會去 現在流行睫毛炎他們也常常去 常常會去報到 所以針對有這種狀況的人 那你要把你的免疫系統給輔助起來 唯一的一個方法就是吃蛋 就是要補充你的一個蛋白質 多方面的補充 調整體質 真的 真的 那既然我們都知道 缺蛋對我們的健康有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所以不管再怎麼減肥啦 這個有一句話就是說嘛 怕胖啊 有豬肉就不要吃牛肉 因為豬肉的油脂比牛肉要來的少嘛 有雞肉就不要吃豬肉嘛 因為雞肉的油脂會比豬肉低嘛 有魚肉就不要吃雞肉嘛 因為魚的 它的油脂是更低的嘛 所以肉的 我們攝取蛋白質的來源很多 不一定非要吃高油脂的啦 那吃魚肉的話 其實它也有很高的一個蛋白質 所以這些筆劃的人 不管你對到的是哪一個 身體缺蛋 不要再浪費錢吃這個吃那個了 看醫生了 就是補充蛋白質就對了 這兩個組合就給大家 謝謝啦 玉峰 是 你也買不到蛋 我也買不到蛋 然後呢 買得到房子買不到蛋 怎樣 買房子不用牌啊 等會腳去 趕著來啊 買蛋就比較辛苦 我去全聯 我去佳樂福我都買不到 我去Seven也買不到 你知道嗎 他們那個阿公阿嬤都很厲害 他們都知道這個蛋車來的時間 所以來了之後他們就搶了 我們也買不到 後來有一天呢 我在那個下班 那天比較早下班 然後呢 我去市場 我去市場 我就看到大家在排 就像這個場面喔 然後呢 我就走去前面 都看大家在排 哇 我以前買蛋 都以為說 還是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拿一個紅白塑膠袋 你扣嘛 你扣多少 對 金炒的三十二十元這樣扣 現在沒有 現在蛋都很漂亮 它就是一個紅色的盆子 然後上面就十顆 然後那個束帶把你拉起來 十顆要賣多少錢 兩百塊 一百兩百 十顆要兩百 我在台中買一百五 那我們可能台北通貨膨脹 比較嚴重 我去台中去一個菜市 去一個米搭的夾米 去台中菜市 對啊 旁邊那個阿嬤就 你好 剛好玩喔 我說兄 你怎麼來這裡 我說我來這裡 我買不客人 我來這裡買客人 你說是喔 你們台北都沒有 我們這裡還有喔 說是喔 我來都四處我都找不到 很可憐耶 對啊 我都找不到 阿嬤吃完麵 她過一會兒十分鐘回來 對 吃 十顆 好好 我說多少都 百五 可是很大 A子蛋 打蛋 哪邊有藏蛋 阿嬤都知道 對 他們都知道 那我看到了 我就想說 十顆要兩百塊 一顆二十塊耶 但是沒辦法 你吃不到蛋 對家裡沒有辦法交代 我就去排隊 然後排...排很久 輪到我的時候 我就拿兩百塊給她 那老闆就看了我一眼 就說不方便 我說為什麼不方便 他說我們這個蛋 取得不容易 都賣給熟客 就熟客才可以 然後我看那個老闆 我看那個老闆 還有老闆娘在後面 我就說 我是那個 還有一個人兒子 我就拿出我爸 我說對啊... 你第二的嘛 你做記者的嘛 我說對... 對... 然後我想說 那我這樣子就可以買了 已經認出來了 孩子不給我買 他說要不要買兩 叫你爸爸來 我說 我原來是在 三人報會是怎麼樣 還要叫老娘娘 叫爸爸來 他說 因為我們認識你 可是其他的攤位 還有後面的人不一定知道啊 所以如果他以為說 我們就是隨便賣給人家 不好交代 所以就也買不到 但是後來呢 我就決定了 我們要從源頭下手 我去南投認養了兩隻天皇雞 我去認養了兩隻雞喔 對 我去認養兩隻雞 然後那個南投的雞場 它原本就是只供應給一些 比較特別的那種 師廚的料理的餐廳 然後剛好我朋友有認識 我有一個朋友是做壽藝的 都要去幫他們雞看病 就說來 你框兩隻給我 然後這兩隻雞 它每天都會下蛋 然後每天一隻才一天下一顆 對 可是我們大概一個月 一天下幾顆 一天就下一顆 我們大概一個月 可以拿到大概二十顆蛋 一個月 它就會宅配來台北 然後我們這些 這個認養雞的人 就會去那邊領自己的蛋 然後還會拍照片 給我們看說你的是哪一隻雞 好特別喔 天皇雞生的蛋有沒有一樣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耶 它真的 它不是白蛋 它是有點土黃色的蛋 然後打下去之後 那個蛋是很黏稠的 就插一根牙籤 牙籤會站在那邊 對 會站在那裡的 真的比較好吃 有一些雞蛋是 那可能就是老虎雞 牙籤插下去 牙籤都... 所以就涮涮了 就是啦 對 所以現在買蛋 真的是一門學問 但是我有看到新聞上面 也有人去採訪 你買不到雞蛋 你也養不到天皇雞怎麼辦 去買鞍醇 喔 你知道嗎 夜市不是那個 焦娃囊 對 焦娃囊 焦娃囊就是那個夜市在賣的 那個鞍醇蛋 它就是一串有五顆嘛 對不對 以前只要賣十塊 十五塊 現在都漲價了 然後結果有民眾 他乾脆我自己去買鞍醇雞 就去買雞 然後呢他就會生蛋 然後你買五隻雞的話 也不貴 反正一隻都幾百塊 然後他每天這樣子 十幾隻的話 你可以生大概六到八顆蛋 可是我看那個 打出來的蛋 真的很可愛 因為你打 你大的雞蛋 你打下去的話 大概一餐就是兩顆蛋就夠了 然後他打到五六顆蛋 他就小小的小小的 通常都是拿來打來幹嘛 加在泡麵裡面 你會說這樣 不如我們去餐鵝鳥好了 我去拿這個 這大顆 我鵝鳥等一下可以整個 那要拿一個大鍋子 來煎一個荷包蛋 可以 我問你 你鵝鳥要餐在哪裡 篤林哥的房子有露台可以 可以 可以 太透了 你上次不是有弄一個影片嗎 養小鳥 養雞啊 那隻鳥啊 可以養雞吧 對 對啊 你可以叫楊阿姨 她院子很大 可以養很多雞 然後來賣大家 可以可以 但是我們在國外看新聞說 台灣已經有蛋進來了 現在蛋蛋危機真的解除了嗎 我覺得過陣子應該會比較好 你現在還是要抓緊時間 才買得到 不然我覺得我去看到那個 有網友 網紅在那邊拍 蛋進來了 然後拍完之後呢 一轉身 然後講幾句話 要回囉 去結帳 已經被買光了 所以現在什麼東西都要搶的 那所以現在蛋你不一定買得到 買到了就要貴 然後呢 這個青菜也沒有那種便宜的了 然後你想去買個雞排 我以前高中唸洋 就是在市里那邊唸書嘛 那個雞排55塊65塊 現在一排 一個雞排都要看100多塊 100 以前100是可以加一加一個大冰奶 現在沒有 現在單雞排就100塊 所以你說通膨 雖然數字上沒有很難看 數字大概都是2點多到3點多 可是你那種體感通膨 就是你真的在過生活的那一種 我覺得日子是很難過下去了